我們到這個年紀最需要的 真的就是 這頂就是一個幹細胞 幹細胞在分化的過程中 也放著一顆一顆的東西 就塗小泡泡出來了 對 我們這叫幹細胞外密體 外密體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修復 有的老大人 把他放在那裡就放在那裡 為什麼說 因為這老大人 他現負的外密體已經很少了 所以現在新的科技就是 要利用外密體 他修復的功能 吃起來 來補充我們的骨關節骨頭 這個骨頭會很快修復起來 差不多十幾年前 我們的實驗室就在思考說 我們就來用嘴巴的 因為我們是要拿它的 幹細胞的外密體嘛 除了外密體一定是在筋裡面像這個 把這裡的好的成分 包括薑黃 包括松樹皮 這麼好的成分 我們帶到這個骨關節裡面 運動系統 這對我們的骨頭 對我們的肌肉 對我們的肺筋 對我們的心情 都全面照顧 幫助我們越來越靈活 而且它是整組的保養